來 大家好 我要跳海子 我三分鐘抬起頭來 整個世界已經幾乎沒有人了 在中間的時候那個浪簡直就是 一直不斷的被滅頂 喚氣滅頂 喚氣滅頂 摔車 然後我沒有想到會摔得這麼嚴重 那當然我身上有流血 我那一刻我就覺得說 不行 我一定要完成 我小孩在終點等我 其實你在人生裡面 你走的每一步 其實你都是沒有辦法預期的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看買人物 我是賈詠傑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看買人物 賈詠傑 也是最近玩鐵人玩得很兇的賈詠傑 你準備好了嗎 要跟我一起體驗我的熱血鐵人人生 來 一起來歡迎三鐵詠傑 詠傑 歡迎 妳好高興 再次邀請妳 謝謝 好高興喔 是我第二次來耶 現在明天上是不是印三鐵詠傑 好像應該需要 可是好像其實走在路上 每一個人都知道耶 就是好像對於練鐵人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還滿熱血的 大家都很熱血 我們今天現場先請詠傑 很快的跟我們介紹一下 今天這個三鐵詠傑 讓我們的現場變得很不一樣 很有活力 這是妳比賽時候的車 對 這是我的這個 比賽時候的愛車 對 然後應該也跟著我 去了紐約 去了舊金山 然後台灣大大小小的山這樣子 就是它 對 好 很輕是不是 剛剛那個工作人員說 女孩姐妳來試試看 很輕 其實妳單手 就馬上可以拿起來 對 那這三套服裝也是 三套服裝 這個滿有經驗性 就是這一次是陪我逃離惡魔島 然後這是他們在2014年 設計出來的紀念衫 紀念車衣這樣子 對 那就一定要把這件帶回來 就是去就是為了要拿這一件 然後這個是我的 後面我們自己有設計 就是有印了國旗 還有我的名字的三鐵衣這樣子 我們的鐵人衣 然後在這一件呢 就是陪我在很多的 很髒 很恐怖的海水 河水裡 湖裡面 游泳的防寒衣這樣子 對 好特別 請坐 請坐 這個今天喔 在這個夏天能夠邀請到詠傑來 其實非常不容易 因為現在詠傑這一年的 Schedule裡面 就有三鐵 有跑步 還有練習跟訓練 我很想知道喔 上次詠傑來的時候 兩年前我們是談妳的事業 對 然後婚紗 然後這一部分在人生當中的拼圖 還在 可是妳又拼進了另外一塊 是三鐵 好特別喔 自從開始運動 後來參加很多三鐵賽以後 妳經驗到哪一些 別人跟你互動的時候的趣事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真的滿感動的就是說 譬如說我在比賽的現場 然後有很多人 他在參賽的人 他會跟我說 為什麼連妳這樣的人 我說我怎樣的人 他說為什麼連妳這樣子的人 妳都可以下來玩這件事了 所以有很多女生都會認為說 原來假養節可以 因為我就是不是專業嘛 我也不是 以前看起來也好像沒有在運動這樣子 有很多的媽媽覺得說 她生了三個 我生兩個 我生一個 或者是我生四個 其實也都可以做這件事情 對 今年又是非常特別的 因為妳挑戰了 很多人說幾乎是 國際上三鐵裡面 屬於排名前幾最難的 究竟是惡魔島三鐵 我一開始很想知道 那是六月初的事 對 六月一號 對 妳為什麼會有這個動機 要去挑戰難度這麼高的 或是妳先生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靈感 要把妳推到難度這麼高的一個三鐵 對 真的要問她 因為她很恐怖 她就是一個我覺得男生 妳千萬不能把她的開關打開 妳一旦把她這個愛運動的開關打開了之後呢 她就很認真的去研究 就是說很認真的進入了這個領域 所以她研究了很多國際上面 很不一樣的比賽 或者是有哪些比賽是很有挑戰的 所以她那時候就說要報名這個比賽 然後我就想說OK啊 因為她其實是要抽籤的 所以我就說好吧 那就報名 也不見得會抽得到 結果沒想到我們兩個都抽到耶 也太幸運了吧 妳跟妳先生 教練帶著妳行前做了哪些 過去妳參加三鐵前沒有的特殊訓練 因為這一次最難度最高的就是游泳 所以說呢 每一個禮拜好像要游到四到五天 就是其實我每一天都聞到我全身都是那個 游泳池的味道 然後我們做了很多的 就是游泳上面的體力的訓練 然後甚至 因為其實我本來只會單邊 右邊換氣 自由式 但我為了這個部分 我練一直不斷地把這邊 就是要左邊的換氣 要一直去練這個部分 永久 我想問妳喔 當妳參加三鐵那個心情絕對不只是 那我經驗過就好了 就是妳現在就是說 我一定要完成全程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心情 所以前面那個訓練就變得很有必要 妳要培養出妳能夠完成全程的那個毅力 我第一次玩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輕忽的態度 因為那時候我覺得 我只是去接力一個游泳 就是說跟我的女生朋友一起 然後我還自告奮有 我說我游泳很厲害 所以我就負責游泳好了 那我心裡想說 平常我在游泳池裡面 而且那次是游一半 我只要游750公尺 那我心裡想說 反正我平常在游泳池 隨便都游到500也不會很累 那再多個250也OK 所以我基本上 連練都沒有什麼練 可是一旦當我跳下去那個開放水域的時候 我心裡就不斷地在罵自己 我就說 賈詠姐妳憑什麼 妳憑哪一點認為妳可以來這裡游泳 妳完全沒有練 妳太輕忽大自然 妳完全沒有一個學習的心態 所以那一次的經驗 我那次真的是已經 我覺得我是邊哭邊游 邊哭邊游 太害怕 太可怕了 可是那一次的經驗之後 我就知道說 不能用這樣子的態度 在面對人生很多的事情 我一定要很努力地去練習 去學習 不管是有困難 有發生了什麼 這些過程我覺得就是要去克服 然後完成它這樣 我想玩賽是一種對自己人生有承諾的態度 非常的不容易 剛剛詠姐有提到他第一次參加三鐵的時候 那時候的那個游泳的整個長度是750公尺 那這次我們現在就要來看一下影片 他參加那個舊金山惡魔島的三鐵 是2.4公里 水溫是多少 水溫大概12度 非常冷 非常冰 我們一邊看影片 一邊來了解我們請那個導播 好 來 這是你們要出發的時候 這是我們要上船 表情很緊繃 我超緊張的 我老公一直在拍照 把我氣死了 我們要上船 然後船直接開到惡魔島 然後我們就要跳船 是個陰天 很冷 很冷的陰天 而且因為那時候時間很早 師父 我要跳太晚了 因為北加州六月初 其實還是要穿場秀的 還滿冷 舊金山特別冷 好無邊際耶 我跳我的臉 你看他這首已經沒辦法做表情了 我完全不想要你知道 你們是一隊在 永婕姐 我們有七個台灣人一起出發 一起練習 而且你知道我戴兩層有帽 我已經拉皮拉成這樣 太陽流狀況跟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這個我們一直考慮到的就是水溫很冷 可是我們完全沒有想到說 它的整個海流非常的強大 它會一直幫你往右 往右帶 然後呢 所以這是你過去參加三鐵 游泳的部分沒有經歷過 這樣的一個複雜的樣子 完全沒有經歷過 然後你知道嗎 我跳下去之後 我三分鐘抬起頭來 整個世界已經幾乎沒有人了 因為每一個人游泳都很強 就只有我這個霸咖在後面 一直不斷的往前游 但是你看我還背那個獨木舟 因為我趴在獨木舟上休息 我說我不行了 這個鏡頭旁邊就沒有看到其他 完全沒有人 可不可怕 你的意思是說因為他們會 他們的勇氣可以克服那個陽流的 他們是很強壯的勇者 所以他們可以用他們的手背的力量 去克服掉整個海浪 還有他們可以破浪跟破掉那個海流 但是因為我完全沒有這個經驗 所以我基本上是 應該說是 妳會很容易被拖曳到一個 妳原來沒有想像的方向 對 我會被拖到那個 舊金山大橋那邊去 所以現在拍的是妳先生 她一直在拍 對 因為旁邊剛有自然之目說 妳往前游啦 往前游 她一直不斷地在拍 然後我們兩個 她有機不錯 還可以又拍 又叮嚀妳 然後自己手腳還要滑 我 妳看妳會往左邊衝 我們兩個就一直在吵架 然後我們兩個就說 到底是要往左還是往右啦 到底游錯了嗎 結果我們第二次被救生艇 因為救生艇後來有來找我們 因為我們已經被衝到很旁邊了 然後救生艇來找我們 再把我們往回 帶回到那個正確的航道上 然後叫我們再往前游 就是 其實正確 妳游正確的話是2.4 但是呢 因為我們兩個一直游來歪去 我大概游了3.5 而且它的海浪簡直就是大到 這邊已經是快靠岸了 在中間的時候 那個浪簡直就是 一直不斷地被滅頂 換氣滅頂 換氣滅頂 然後我老公就說換邊換氣 然後我換邊換氣 因為是新練的 我第一件事要脫泳帽 想說又要拍了 好 所以這個是1小時 7分又37秒 我們游了大概3.5 就是一直在海裡面 這樣來來回回 來來回回 像這樣子一個特殊的三鐵環境 即使妳前面 我相信妳的教練 因為非常專業 是國家級的 它給妳再多前面的心理準備 跟那個經驗本身 其實都有很大的落差 完全是很大的落差 因為妳再怎麼樣準備 妳沒有辦法到試著在這邊 在這個海裡 游這個距離 妳在練習的時候 妳不可能有這樣子的配備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練習 所以都是一翻兩瞪眼 下去之後才知道 天啊 這是什麼世界啊 是很像人生的縮影 其實是 其實妳每一步都不太 其實妳在人生裡面 妳走的每一步 其實妳都是沒有辦法預期的 妳就算妳再怎麼計劃 還是沒有辦法 但是老實說 練習還是很重要 妳還是有準備 總比沒有準備好多了 對 在詠傑參加惡魔島三鐵 台灣很多媒體報導 也是提到國旗這一件事情 我們來看一下畫面 然後詠傑跟我們分享一下 他在這個自己奮力去完成 究竟山惡魔島三鐵的時候 國旗這件事是怎麼樣一個過程 那是前兩天的時候 那我就先跟我老公 我們先去看場地 然後我們就看到 沿路有好多的這個國旗 進終點的時候 我們想說 哇 那一定就是 就是我們這些參賽國家 就沒有我們國家的國旗 我就很生氣 我就去跟現場的工作人員說 為什麼沒有我們台灣的國旗 然後他們就想說 那可是現在也沒有台灣的國旗 在手邊 我說沒關係 妳沒有 我有 他們想說就是女生 我就說我馬上拿給妳喔 然後我就立刻 衝衝衝衝衝回飯店 然後立刻拿出我的國旗 再殺回去 然後我就說 妳要幫我掛起來 因為妳剛才答應我的 然後他們也就馬上 幫我把它掛起來了 然後我又很開心啊 結果沒想到我們第二天 要報到的時候 我們再去現場的時候 我還跟我的朋友講說 國旗掛上去了 結果他居然說 結果我們居然在現場 沒有看到國旗 我想說 妳不是掛了嗎 對 我不是掛了嗎 怎麼會沒有呢 我就拿著我手機裡的照片 再去找工作人員 我就說 這一面國旗昨天在上面 是我掛上去的 那為什麼今天我現場沒有看到 然後他第一個給我的答案是說 好像不太適合現場的佈置啦 因為不能配合 我就想說 怎麼可能我們的國旗說 不符合你們現場的佈置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說 不行 妳一定要給我一個答案 其實我的態度是很 我完全 理直氣玩 對 我有理直氣玩 說我們國旗這麼漂亮 妳幹嘛給我拿下來這樣 我們大家心裡都知道是為什麼 然後應該是有困難 因為其實北京 跟這個活動有一些些的關聯 反正 但是到後來沒有想到 因為我就一直站在那裡 我也沒有幹嘛 反正我就會站在那裡不動 我就是等妳要給我答案 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沒關係 妳明天跑回來的時候 妳絕對可以看到妳的國旗 我說 哇 你預約我 他說 沒錯 我預約 然後我就很開心 我還跟他擊掌 我說 OK 好 那我明天要看到我的國旗 結果我們出發的時候 還沒有看到 可是我游泳回來就看到了 我都快哭了 我想說他還真的答應我 把他掛上去了 那我游泳回來的時候 我跑回來 跑回來到轉換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了 三鐵真的不只是三鐵 在妳因為參加三鐵 然後有這麼多 新的人生經驗裡面 妳看到自己 在天生性格上面 還有對事情的反應上面 哪一些新的擁結是妳 因為三鐵讓妳重新發現的 我覺得其實反應在事情上面 我覺得好像那個堅持 其實是真的比以前來得要 來得要多耶 像以前我可能還有就是我覺得 因為在訓練的過程中 我除了會一邊哀哀叫之外 我也會平伏自己的情緒 所以其實這一次 我在處理這件事情上面 我完全沒有跟外國人吵架 我以前很愛跟外國人吵架 我只要覺得不公平 為什麼你們這麼不尊重我 其實我老公都嚇到了 他一直很怕我跟別人吵架 他一直在旁邊看著 然後老婆又要吵架了 對 我們今天也很高興 因為詠傑他平常就是有 長期持續的這個練習 那在練習的時候 詠傑開放了他的時間跟空間 讓我們的資深記者志明 還有我們的文字家瑋 可以一起去拍攝 讓大家看一看 我們看到這麼特別的成績 也看到光鮮亮麗的詠傑 那是平常是怎麼累積的 我們來看這則報道 來 放三了 放三了 脫掉 放三了 走啊 一見面先認出戰衣 十三世賈永傑 對今年六月遠赴舊金山惡魔島 參加鐵然三響比賽 有太多的故事想要分享 她有淚滴嗎 我們女生的 女生綁跟男生 那我可能是女生的嗎 你是男的 我是男的 被教練虧 向男媛婆 除了賈永傑 天生個性 大辣辣不拘小傑 還因為這場全球賽事 是以地形複雜 氣候惡劣出了名 五 二 三 五 四 我不要來一遍 這次很帥 來 三十了嗎 五 二 三 五 四 雖然每年都有超過八千人 可以參加報名 但是只有兩千人 可以抽籤中選 特別是今年 包括賈永傑在內 有七名的台灣人 飛過太平洋 興奮地自討苦吃 讓這場賽事 得以揭開魔鬼的面紗 他以為我不見了 然後他就要 就是大聲地要追我 然後他就 可是明明我就在他前面 他也看不到那人是我 他就說 Mind your left 然後我就 講到這麼大聲 我在追你 我沒看到你 有沒有想到他在前面 我就說 可是你早就叫我閃開 我就馬上默默地閃開 這樣子 Go 老公全程監督 賈永傑跑的任命 全程27.5英里的賽事 並非所有的選手都能完成 賈永傑悶著頭 以4小時50分的成績完賽 隊友驕傲 整邊人的鼓勵 更是賈永傑說什麼 都不能放棄的原因 我跟你講 如果我說很難 就會沒有什麼說服力 我們來問一下 這個專業的教練 來 看一下他的身材 你覺得難不難 超難的 去過惡魔島 請舉手 跟著一群男子漢 飄洋過海 衝鋒陷震 江永傑在惡魔島 沒有明星的光環 甚至沒有性別 編號878 陪著他歸零 面對種種挑戰 他說 過程中 其實不是在自我對話 而是只有不斷地告誡自己 不能停 撐下去 女生很多 但像他這樣能夠有毅力這樣子 而且還這麼美 趕快加這一句 對… 我們這張叫美少林 現在感覺叫鐵少林 沒有 還有叫鐵少林 美少林 對 鋼鐵媽媽 面對的不只複雜的地形 還有大海當中 在塞道上的茫然 雖然兩人一路不停地鬥嘴 但是老公反而像顆安全氣囊 讓賈詠傑無後顧之憂 使盡全力 往右 右 右 一開始往左 後來往右 後來為什麼要往右 因為你要 他叫我們到右邊的沙灘上去 可是你就一直往右 我就會一直往右到右到天邊 沒有 你要往左 你不能太左 你看他這就是吵架的實況 他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他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我說我不要再照了 你不要再照我了 然後就滅頂 滅頂 然後他就說 來 再照一張相 你的回憶就只剩下那幾張照片 對不對 全部只有那幾張照片可以看 旁邊的照片 沒有給他們考 他想幫你拍照 你在電視上 你是不會演一下溫柔 還有兩趟 還沒 G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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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 現在下雨 下雨繼續跑 詠傑咧 下雨會想要放棄嗎 自己人會生氣 但是你很想跑對不對 算了啦 都開始了 沒關係 打教練 他是我的游泳 教我自由式的游泳照片 我訓練的時候都帶著耳塞 耳塞 對 會嗎 因為他太會哀了 他都叫什麼 他就跟他哀著 我又不動 趕快走 好了 或許嘴巴討饒 但是身體卻不曾停下來 這早已成為 教詠傑內建的反應機制 目標在前只能完成 沒有暫停的選項 加油 1分35 35 很累 很累 眼看天黑 下雨 田徑場的跑者明顯少了許多 但賈詠傑堅持 一旦邁開了步伐 就非得跨過終點線不可 團體比較有力量 譬如說 大家一起跑 就是跟著跑 那 你就會覺得 如果只有你一個人沒有完成 這樣子 其實是有一個壓力在這樣 也是一個激勵的 我覺得是一個激勵的力量 就是說可以大家一起完成 好 日曬雨淋 讓賈詠傑的膚色多了健康的光澤 但是鐵打的貴婦卻有一條 怎麼都跳不出的直線 GO 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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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喔 我們呀 好痛喔 小時候練習的恐懼 讓賈詠傑對跳水一直存有陰影 是啊 因為我小時候在學跳水的時候 就是有打到肚子 然後還有一次直接跳到教練身上 然後教練就很兇罵我 都很危險 然後船子以後我就再也不敢跳 用翅膀前進後退 賈詠傑仿佛是在跟自己的心魔正面對決 但是老公王兆傑還有團練的隊友 像是拉拉隊一樣 讓賈詠傑終於在鏡頭前 超越了自己的人生極限 好可怕喔 GO 很多人問賈詠傑 為什麼好好的貴婦不當 要去挑戰累死人的鐵人三項 或許畫面有了解答 好 好 謝謝 好 就是大部分都是本來其實就很愛運動 他就會說 他本來只有跑步 但是因為可能看我的書 或者是知道說我在玩一篇三項 他們就說他們也要挑戰自己這樣 其實還有很多人耶 可能沒有人這樣跟我講 我聽到還很開心 每一次的汗流夾背 每一次的喘息 甚至在泳池邊遲疑的瞬間 永遠都會在鏡頭上看到他發笑滿足的神情 交融結為貴婦甚至是自己的生命寫下新的意義 好特別喔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我真的從頭到尾都其實笑得很開心耶 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李先生是三鐵賽面非常特別的一個選手 因為他一直發出聲音 而且是陪伴型的選手 他其實只有這一次 他還滿在乎自己成績的耶 他平常如果在台灣他不會理我 他就是自己碰碰碰他就自己出去 而且我們是分組的話 會是不同的出發 可是因為剛好這一次舊金山 他是他本來也沒有要陪我 可是他後來真的發現我游泳快不行了 他就陪在我身邊 但他也是這一次真的是攝影師就對了 我記得喔兩年多前 那時候我們以這個事業跟創業 邀請永傑來上節目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們攝影師拍到就是 你先生去領那個中華民國的一個建築的獎 然後詠傑就是在下面拉拉隊啊拍手啊 然後他領完獎來 然後他現在很好玩 就是反正我記得還有吐槽詠傑就對了 可是你看我們這次捕捉的這個鏡頭 然後你先生完完全全是你的這個拉拉隊 對就是說我覺得很有意思喔 他其實真的就是在我背後規劃我的一個魔獸 對 真的 他會覺得說你下一場比賽要去什麼什麼了 而且他現在他真的是 我都說我可以不要跟教練睡覺嗎 跟教練睡覺的感覺很不好啊 他一早起來就說 嗯 今天去跑多少公里 用幾分的速度 跑十公里 然後呢再去跑山 我想說你有事嗎 一大早起床耶 對 你覺得他的想法是什麼 他的想法啊 我覺得 其實他認為我可能有這個潛力 其實我嘴巴這樣抱怨啦 可是其實我真的覺得很好玩 那有人一大早起來 我說你真的很想當我的教練喔 他就說你的教練只有我一個 然後我就說那我其他的教練都不是教練 就是很好玩的一個相處模式 對 我們剛剛在那個報道裡面啊 我們看到志明和家瑋就有提到 貴婦這兩個字喔 勇姬還是貴婦 但是她是貴婦鐵人 我們有一個串珠的遮羊帽 和森巴 好笑 就是我 最重要是什麼啊 我每一次比 你知道嗎 我每一次比賽啊 都會給自己一個三八的東西 然後 我覺得我戴上這個帽子之後啊 就是公主 你知道嗎 我跑步的時候 這上面是一個皇冠耶 對 而且這皇冠很輕 因為 不能太重的 如果是我那種婚紗墊 那種鑽石的 就很重啊 那就是拿女兒的皇冠來 我女兒現在大了 都不玩這些東西了 我都把他們的東西拿來 然後 有的時候 在我曾經還有加過羽毛啦 這邊加了一圈的羽毛這樣子 我自己會做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鼓勵自己 就是 有這種好玩的東西 好像你戴上了皇冠之後 你就要 往前衝就對了 看我現在那裡 我們兩個就會吵架 她通常都比我先完賽嘛 然後呢 我在跑步的時候 她還打電話來說 你到底跑到哪裡 才跑那麼慢 我說她說不要再催我了 她會跑到我旁邊說 趕快加速啊 用盡全力啊 妳有事喔 我已經沒辦法夾了